好 关心到在台东火车站 现在这边可以说是被人潮给挤爆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非常长的人龙 至少上百人都是在排队 等着要有接驳车来 帮他们来转换不同的交通运据 怎么说呢 因为今天本来海窥台风影响之后 下午一点钟 这个火车花东线就已经复始了 但是有两列新自强号的EMU3000 极电弓受到树枝卡住 所以说现在火车是停驶的状况 所以说他们只能在台东站这里 先稍微等等等接火车 然后再通往下一个旅程 但是其实很多游客都很着急 因为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旅程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们就算去到下一个这个花莲站的话 应该要怎么搭车 我们先来听一下乘客最新所访问 我们先问一下了解到 你所关心的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不知道 接下来的那个就算到了花莲站 要怎么搭车 对 因为刚刚那个服务人员完全没有跟我们说明 说我的搬车是不是按时开 如果没有车的话 我是不是要怎么样处置 那是另外问了之后 他们讲说是不是要搭接驳车往花莲 可是往花莲之后呢 也没有配套是不是 没有配套啊 他没有完全没有跟我们讲 要重新订票啊 或是说我要 有没有车搭 有没有车搭之类的 像你自己的行程现在是怎么样 是不是受阻很久 我的现在的车是要搭四点五十五分的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也不确定他会不会开车 然后我也不确定是否我是要搭接驳车到花莲 对 然后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刚刚也问了旁边的这个乘客 他们也是搭四点五十五的 他们买了三次的票 三次的票也都不确定是不是会开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就算接驳了 还是要去哪 完全没有人跟他们说明 完全没有 OK 好 谢谢先生的意见 可以听到 其实很多在这里等候的乘客 目前是不太了解到 接下来比如说退票 或者是接下来我们 如果是要往北或往南 应该要如何来搭车 不过台铁目前 对于这次的事件呢 除了启动接驳车之外 目前是下午1点09分之后的班次 通通都是停驶的状况 影响的车次跟人数还在统计当中 目前也只能像是这样子 有人先改了行程 或者甚至有部队要休假的 也是必须要等候这个 自己连队里面的长官 进一步的指示 那么以上就是在台东火车站 目前最新的现场 再把时间交还棚内 主播